剛推的時候就是每一個案子都是 每個價格最貴 幾乎都是流產都接不到 同事就來跟我說 老闆你為什麼要做這種蠢事呢 為什麼要推什麼這個健康建材 我們就當一個普通的設計師不就好了嗎 把客人要的風格做好就好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自己有一度疑惑說 做這件事情到底是對還是錯 我把公司搞得快要倒閉了 可是我又不冷心 讓我的客人用這種建材 永斌 我覺得你一直都走在這個設計的前端 您對公司的這種設計有沒有什麼樣的理想 我當初創辦馬斯克國際設計的時候 我就幫他訂了一個就是很重要的指標 幫別人創造一個幸福健康的家庭 以前是怎麼樣的管理方式呢 剛從英國回來說滿腹的理想 個性比較急 那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就是 每個尺寸都要很精準 然後做事效率也要很好 那對品質也是極盡苛求 一起呢 脾氣就不好 那個時候呢 可能還會摔桌子 然後還會罵人 你在形容別人嗎 這是你嗎 我知道你是個工作狂對不對 然後我的員工可能就會很痛苦 這樣子的自以為試下 應該是有很多耀眼的成績吧 在那個時候也創造很多這個 很棒的一些案子 就是會有介紹我們很多這個 公司的作品 客戶都會給你很多的這個掌聲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覺得 好像走路有風的感覺這樣子 還有很多得獎的作品 是有實力才可以讓你 自我感覺良好的 那可是後來呢 後來為什麼會想要改變 這個管理的方式呢 那我的客戶其實他們都是企業主 我們就聊到這個加班 跟上班時間的這個一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說他的員工的 五點半就讓他們下班了 有個時間的限制 他們會提升他們的一個 所謂的效率 那最重要的重點是 那個老闆講的 第二個重點打動了 我就說 因為他很關心員工的健康 我就開始回來 讀法砲制呢 就開始學他就是 希望員工可以準時下班 那當然一開始 我們設計界的設計師 大部分是會弄到三更半夜 那同事們也是 不是一下就習慣 可是呢 經過慢慢的這個勸說以後呢 慢慢的就 同事這個部分呢 就慢慢的可以配合 對員工的這個脾氣的部分呢 我就跟有一次一個 其實我的客戶也是在聊天 然後他就 告訴我說 如果你的員工跟你一樣厲害啊 他就去當老闆了 然後說對哦 因為 他們就是可能還要學習 那我不能用 這麼高的這個標準去要求他們 應該把這個腳步呢 慢慢的這個放慢 那當然最重要的一個重點是 後來有一個機緣呢 就是參加一些心靈的提升課程 透過這樣的學習 讓我徹徹底底的做很大的改變 這樣子 我們就是選了一個比較高級的場所 然後會用一個很正式的一個 空間跟氛圍去宣導我們的這個制度嘛 我們也會講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呢就讓員工可以得到這個理解 跟認同 同事們認同以後 才慢慢可以就是達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你在這個心靈提升課程裡面 你學到了哪一些觀念呢 觀工念恩的這個概念呢 就是對我的這個 影響非常大 什麼是觀工念恩 那他觀工念恩就是說 去觀察別人的優點 然後對別人要時時刻刻 升起那種感恩的心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對我來說 對我當時來說是非常欠缺 因為我們的員工呢 其實是非常用心的 但是我都看不到那個用心的過程 然後只看到他有一些失誤的一些 那個小盲點而已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自己好像不是很快樂 然後我的員工被我就是挑戰檢視 他也會不開心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東西呢 這個概念 然後來就是扭轉 公司的一個整個文化這樣子 對 所以就開始實施觀工念恩嘛 對 怎麼實施 就是覺得說這個很棒嘛 然後就規定每個員工呢 就是每個月都要寫一篇 關工念恩 就是對同事啦 或是對那個親人啊 有些呢就是覺得這個是不錯的概念 也會很願意寫 但是呢就是就有一位同事呢 就非常的抗拒 其實他不想寫說我有點生氣 就是然後又不能夠發脾氣出來 因為我想說不是要教人家要關工念恩嘛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那我怎麼變成在關過念恩呢 壓制自己先不要爆發那個以前那個壞脾氣 可是呢我的內心 並沒有就是喜歡他認同他 然後甚至會對他的一些不配合我呢 我會不開心然後會就是抱怨這樣子 後來我就 就是自己有一天領悟說 原來這個事情不是去叫別人做 應該是我自己要以身作則 我就在公司宣布說我們這個活動就先暫時停止 然後我就 就是每天就是會更加的去反省自己有沒有真正去做到這樣子 常常就是這樣我們要自己做到榜樣 那當你做得好的時候其實別人就會效法 然後跟你一起學習 就是因為那個關工念恩的慢慢練習之後啊 我就開始發現說 其實他們是有很認真在為公司就是打拼 然後只是以前我沒有去看到 那後來呢就是透過這樣很真實的去觀察到他們的用心呢 然後也會欣賞跟讚美他們 那後來呢我就覺得說經過這個幾年的努力啦 然後呢我也希望把我的員工當然是像家人一樣的看待 讓我們來看一段VCR 聽聽我們的員工怎麼說 從來沒有在馬斯克之前我從來沒有一間公司做超過兩年 對 那因為我們這個業界其實替換率很高 那在馬斯克是讓我有一份就是像家一樣的感覺 而且我們在這邊都沒有覺得時間過那麼快 可是已經八年了這樣 善的環境它會越來越善 而且具體的人會越來越多 它的光斑你看不到 看不到會有什麼吵架 或是大家什麼不好的壞習慣什麼都不會 大家真的像個大家 你有感覺很驚訝嗎 會啊會啊會啊 因為我們有時候自己比較看不到自己嘛 那可能透過別人的分享之後 我們比較能夠了解到自己這樣子 那我知道說您其實有很想要實施一個 就是施工的規範 這個施工規範為什麼會產生呢 如果沒有一個制度呢 那可能我們的這個每個案子呢 品質就會量就是量用不起 沒有一個所謂的標準 我們台灣的這個工班 早期就是 都會邊施工然後邊抽煙嘛 那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非常的就是危險 從倫敦那時候遊學回來的時候 就是想要推一個 良好的這個工地文化嘛 工班會乖乖的就照這個標準來做嗎 工班師傅他聽到說你不讓他抽煙 他就說那早點我不會做啊 我不做了 然後他就直接拎著工具袋就回家了 所以等於說 你又不能推得太急 然後又不能夠不推 所以在那個時候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後來我們公司 有辦這個年度大會的分享會呢 然後我們就會找 各個工班的老闆到我們這個分享會 然後我們會跟他講一下說 在工地抽煙呢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這個害處 那在我記得在一二十年前 敦化南路有個那個案子 就是好像有那個 油漆的時候有人在抽煙嘛 結果就不小心著火了 那後來那個設計師跟那個工班呢 就在工地就是活活被燒死 然後呢我就常常拿這個影片給他們看說 在工地抽煙其實是很危險很可怕的 真的很用心良苦 要找到像你這樣的老闆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喔 我們來聽聽看 我們的工班師傅對於勇斌的要求 他們是怎麼說的呢 在這行來講的話相對的 你要給你一個設計公司 不求利益 還是說你在配合上 那個默契要搭檔 沒那麼簡單 請說讓你這個機場 配合個幾人 可能就大家就再見啦 不會這樣我們可以配合到二十幾個 有跟所有老闆分享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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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好的習慣 然後我就第一個就把這個 啊 抽煙的不好習慣就改掉 就戒掉 我們那些師傅看到我們把那邊戒掉 他們就一個一個就戒掉 我們現在手下有十幾個師傅 他們都不承認了 包含不喝酒 不承認了 我做以前做老闆的開關修飾 算是幾條而已 做馬適可的 剩是一大堆 才會有這樣 撞到最沒撞到 撞到最沒撞到最沒撞到 沒有這個用電觀念 也都無所謂 因為我們都一定 容量都一定超過我們一般的 負荷還要再高標準的 你如果什麼事情都用利弊的 來衡量的話 很多事情其實你會把他放進 那你如果說 你就是把它當作一個 把他當作是一個 自己要住的房子 做到這一次良心的事業 我們這個水電的老闆 他就是一開始跟我配偶的時候 我會要求他們一些 天花板的電線跟水管 都會排得很整齊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像油漆的老闆 就是公班又不能抽煙 那他們其實一開始就覺得說 台灣根本就沒有人這樣要求 你為什麼要這麼over 他們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背後的一個用意是好的 是為了安全 那也是為了提升品質 所以呢 他們慢慢後來也認同 然後也一起就是 跟著我們去推動這樣子 我也聽說在業界上面 都在讚許你的施工團隊 就是高品質的施工團隊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些好的品質呢 就是要透過一個 長期大家的這個教育的宣導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些品質做好 然後也把一些防火的問題都弱勢 甚至把一些無毒的建材 能夠補給 那我覺得就可以達到說 每個人的家庭真的是達到 就是可以幸福健康安全的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我們最期待的事情 其實我知道說推動都很辛苦 甚至還有陷入這個營運的危機 最慘的時候大概是什麼時候 就在我公司經營大概快十年左右的時候吧 就是2009年有個金融風暴 在那個金融風暴之前 我公司就是其實是一路的這個很順暢 我每年的那個業績都是成長的 金融風暴那一年就是重重的打擊我 那一年呢幾乎就是業務的都停擺 那你當時怎麼辦 那一年就是到最後一個月的時候呢 我們會計就到了旁間跟我說 老闆我們的費用呢已經剩下倒數了 我會覺得說我這麼辛苦 用工經營了十年的公司了 然後就要在今年這樣回一旦嘛 聽說您當時就已經很危急的時候 你還舉辦了這個健康健財的分享會是嗎 剛好我那時候晚上回去看書呢 看到一本傳記 然後我覺得裡面有一個這個寄送啊 就是啟發的我 然後後來呢我就覺得說 應該呢要在公司倒閉之前呢 做一件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呢我就想說把剩下最後剩下的資金呢 就在那個找一個更大的場地 辦一個比以前更大的這個分享會 我記得那一年我們大概來了 來賓大概有將近70位 就是一樣會分享 比如說我在去學習那個心靈成長那個觀光念恩啊 還有一些無獨的建材啊 還有一些減碩啦 減碳的這些概念 那很微妙就是分享完之後呢 公司竟然有一些新的轉機的這樣子 所以在辦完那次分享會之後 就安然度過嗎 辦完這個分享會之後呢 我本來以為就開始在準備要善後嘛 剛好就有一個客人在那個金融風暴的時候呢 他很快速的去買了一間房子 然後呢而且希望我們要快速的把房子在那個 過年前幫他完工 那其實我們同事聽到這個消息以後 都非常的哇非常的開心 就覺得說好像是在那個黑暗之中 露出了一個曙光 那當然我們公司就因為那個案子呢 就把這個機器延續下來 現在還存在這樣子 永斌我們現在再來看看這個金融風暴 您會覺得它對你有什麼特別的影響嗎 那時候發現 喔 因為那以前我順境的時候都沒有謹慎 都是太自傲 然後太鬆懈了 然後呢 碰到那個風暴的時候 那個逆境的時候呢 我又沒有感謝他 還有一點甚至對他抱怨說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我辛苦這麼久 為什麼最後代價是這樣子 然後剛才又讓我想起那個 關公念恩那個概念 我是不是應該在這個逆境之中呢 去思考 公司這四年來的一些應該要改變的地方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開始努力把公司的一些制度啦 就是還有一些做法 甚至觀念呢 整個重新再重新改變 我覺得這個對給我人生重新成長的一個最好的機會 這兩年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響 會比金融風暴的時候還要慘嗎 疫情的這個風暴呢 跟當初那個2009年金融風暴的影響呢 就是應該不屬於它啦 我們業務呢也是急速的被冷凍 那甚至呢連續好幾個月就是業績都掛零 雖然這個狀況跟當年的狀況有點相似喔 自己觀察自己就是說 也透過這一二十年的學習呢 我自己好像進步了 因為那個恐懼呢還是有 但是是輕微的 然後呢我反而就是 我還記得在金融風暴的時候 我是不斷的開會 然後不斷的就是 push我的員工說 為什麼業務還沒有簽到呢 你為什麼動作這麼慢呢 然後就是會一直 把那種交集的那個力量 傳遞到員工的身上 那今年呢是反過來就是我會 常常開會鼓勵他們說 不要擔心的這個 再怎麼樣的這個可怕的這個事情 一定會經過的喔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大家居家上班嘛 那在家裡就 有空呢就上上網去 自我充實一下 然後呢或者是想一些 規劃公司未來的事情 然後呢我覺得就是說 進步很大的一個就是說 心情就比較平靜 我們來聽聽看 那勇斌公司的員工 在這一次疫情的時候 面對勇斌的這種暖心 他們是怎麼說的 也不是完全就是空著 那我們還是也是 在這幾段時間內 可以就是充實自己 那我們就多去看展覽 然後找尋一些設計的 idea 這樣 疫情中剛好有遇到我的生日 然後大家就是在線上幫我慶生 然後就遠端慶生 然後我就覺得很窩心 然後也不會覺得很有距離 對 勇斌你對於員工這樣的回應啊 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透過每個月的樂會還有年度的大會 那我們常常都會把一些 這種心靈成長的題材呢 大家一起來學習 那我覺得大家都有 在那個心靈上都有很大的進步 然後我覺得就是 大家這樣同心同力呢 我覺得遇到任何的困難 我們都可以橫越這樣子 我也聽說就是您曾經 可能面臨的就是上千萬的損失 那這件事情你怎麼面對它呢 那我們就曾經有個案子 因為可能是在溝通 比較沒有這麼圓滿 然後產生的一個誤會 以前我都會採取所謂的 比較那個就是 抱怨啊 或是對抗啊 然後這樣的一個就是 或是要跟它爭辯出一個 就是誰對誰錯的一個角度 我記得是一個元旦的 那個連續假期四天嘛 然後我就在放假之前說 對著菩薩就說 好那我來念1080遍的這個大悲咒 回向給它 然後也回向給這個事情 可以圓滿的解決 可是我當我發完院之後 才用數學以算說 哇 1080遍如果我以每遍兩分鐘去念的話 可能要念36個小時 那36個小時除以四天嘛 我每天要連續九個小時不停的念 從早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念 到第四天的時候 幾乎已經快要就是崩潰了 然後後來我太太跟我兒子還出來幫我喊 爸爸加油 所以後來這件事情怎麼解決 當我念完1080遍之後的 沒幾天呢 我的客戶就主動打電話跟我 就是溝通這件事情 那後來當然就是已經有找到一個 圓滿的解決方案 也真的很感動 就是你怎麼會 1080次你要念那麼久 然後你還是很有毅力的去把它實施完畢 這跟一開始你就是要推防火建材 或者是我就是要推健康建材 你如果不用我的這個健康建材 那我寧願不要接你的案子 我覺得這個有異曲同工之妙 透過這幾年的這個印證 我自己更加堅定說 其實碰到逆境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選擇用負面的做法跟想法 然後可以站在一個就是想要幫助別人的立場 或是站在別人的角度 然後很真心誠意的 我覺得最後都會有一個很美好的這個絕技這樣子 您是不是對這個設計裝潢業有什麼樣的願景嗎 因為我們就是建材呢 其實是包羅萬象 而且是千百種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可以效法 那個離人這個有機商店 然後把一些所有的健康的建材 能夠集合在一個地方 那讓我們以後的這個消費者 都可以享用到完全健康的這個建材 那這個是我們的心願 希望大家一起推動 這是裝潢界的禮人嗎 對對對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永斌 帶來這麼精采的內容 也讓我們認識到了防火建材 與健康建材的差異 我們要跟永斌一樣 一起努力堅持下去喔 謝謝永斌 謝謝 謝謝